宜蘭發生瑞士規模5.7的地震 發生在下午5點06分左右 全台14縣市超有感 10分鐘內連鎮三起 連10以外的鏡頭軍也被晃到逍遙一下 而鎮陽貴在宜蘭這間釣蝦場水池出現 一波波向海浪 釣客看著慌張無所適從 另外超商貨架也是劇烈搖晃貨品掉落滿地 在羅東鎮的路上甚至還有紅綠燈掉落旋 掛在半空中看起來相當危險 耗智燈連接的電線旋在半空中搖搖欲墜 改落斷也趕緊放置告示牌提醒擁路人 受到地震影響交通也出現狀況 按照四級地震規定辦理 華蓮跟宜蘭間的火車慢速行駛 各級列車均誤點 氣象組表示地震成因是歐亞板塊 與菲律賓海板寬隱莫碰 導致海底潛層地表段曾破裂 東北這一邊東部這一邊是板塊 碰撞的一個區域 所以地震發生大概百分之七十的地震 都發生在這一邊 不過推斷接下來一週內 還是可能出現規模4.5以上的余震 記者楊佳桂宣 最好報導